我惹你个低界,小卡拉米,真是找死 老公,老公,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 我的天,你们竟然打死了我的老公 哼,遛狗不牵绳,还纵狗伤人 特么的,你这泼妇是不是找抽 小子,你完了,老娘今天让你出不了这个小区 对不起,您播教的用户正在洗澡 无能,你个混蛋,关键时刻不接电话 琪琪,你没事吧 妈妈,那个狗狗咬我,还好这两个叔叔救了我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遛狗不牵绳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没咬到吗,你跟我狗叫什么 你怎么不讲理呢,琪琪,咱们走,别理这种人 切,什么东西,还敢跟老娘叫嚣,你配吗 老大你没事吧,你的手表 丁,您的外卖即将超时,紧尽快配送 挖草,光顾着这事了,外卖都快超时了 特么的,万一对方给个差评,我这单就白做了 没事铁柱,一块手表而已,咱们赶紧走吧 一会超时这单就白跑了 好的老大 臭送外卖的,你们给我等着,打死了我老公还想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强哥,强哥,你死得好惨啊 你刚才在干嘛呢,怎么不接电话 我刚才在玩游戏呢,没注意,媳妇,给我点钱呗 钱钱钱,你每天就知道跟我要钱,你兄弟都被人打死了,你管不管 兄弟,我啥时候有个兄弟了 你特么傻呀,就我们家强哥呀,今天刚被两个送外卖的打死了 唉,我以为什么呢,不就是一条狗吗,没了就没了呗,你再养一条不就行了 无能,你还是人吗,你兄弟被人打死了,你都不管 唉,我没说不管啊,媳妇,对方赔了咱们多少钱 赔个毛线,对方一分没赔,还差点给我打一顿 什么,你被人打了,你被谁打了,特么的,谁敢动我无能的人 就是两个臭送外卖的,可嚣张了,还说一条狗而已,打死了也白搭 我上去理论,也被打了一巴掌 特么的,哪两个小别三,这么无耻 对了,媳妇,那个强哥呢,他没了之后你把他带回来了吗,不会直接买了吧 强哥那么大,我哪弄得回来,我看旁边有个垃圾堆,就直接丢在那里了 估计这会已经被打扫卫生的人拖走了吧 什么,你怎么把他给扔了呢 唉,败家娘们,那东西可是大补 你还想不想愉快地玩耍了,你等着,我出去一趟 大补,什么大补,你出去干什么,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我出去买点羊肉,中午吃羊肉汤 你个蠢货,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肉 老娘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窝囊费 媳妇,这羊肉好吃不 好吃好吃,人家今天都吃了三碗饭呢 可怜我的强哥呀,你死得好惨啊 臭送外卖的,老娘跟你们没完 咦,你说的送外卖的,不会就是刚才给我送外卖的那两个人吧 嗯,应该是了,这一片其他的外卖员,我基本都见过 就那两个生面孔,媳妇,你放心,不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吗 一会我给你报仇 真的吗老公,你最棒了,你要是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人家请你吃马杀鸡 丁,你有一个新的订单,请及时送达 铁柱,这是咱们今天第几个外卖了 老大,这会已经是第八个了,挣了七十块钱 好家伙,照着速度半个月挣一个W,这系统有点狠啊 又是三十八栋,三十八单元三十八号 行吧,铁柱,走咱俩得加快速度了 好的老大 你好,您的外卖 臭送外卖的,真的是你 怎么又遇到这个婆夫 特么的,感情上一单也是给他们家送的 我扔你个DJ,又是你 好啊,臭送外卖的,你刚才打死了我的狗还跑了 这下总让我逮到你了吧,我看你怎么跑 哼,小蛋,就是你打死了我们家的狗 小卡拉米,就是我,你有什么意见 没什么意见,不过这外卖已经坏了 你们得重新给我送一份,不然老子就给你差评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扔你个DJ,想找茬事吧 就这个意思,怎么滴想动手 铁柱,先别动手 这位女士,刚才是什么情况,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遛狗不牵绳,还纵狗咬人 我想你就算是抱不快,恐怕也怨不得别人吧 你胡说八道,谁纵狗咬人了 明明是你先斗狗再先 哼,可不得,你这小卡拉米,还颠倒黑白 呵呵,小子,这外卖的事我可以不追究你 不过你打死了我们家的狗 你说吧,该怎么赔 小子,敢打我的女人,看老子今天怎么敲你 赔偿,什么赔偿 我们那是正当防卫,需要什么赔偿 切,你说正当防卫就是正当防卫呀 反正你打死了我家的狗,你就必须赔偿我们 我扔你个DJ,你怕是找死 行,那照你这个意思,我们要赔多少 再怎么也得十万起步吧 十万怎么行,我们这可是进口纯金毛,你花钱都买不到 怎么也得二十万起 二十万不行,我们这金毛可是狗王 人称最强上单的狗中霸主,怎么也得三十万 三十万怎么行,我们家强哥温柔又体贴,一狗多用 怎么也得四十万 四十万,对,就四十万 嘿嘿,有了这四十万,老子留个两千,还可以给媳妇买几个包包 哈哈,有了这四十万,老娘就能换几个好一点的名牌包包,真是水魁 一条狗要我们赔四十万,你确定你们脑子没坏掉 怎么,你们不想赔 不是,这位兄弟,你看清楚,我们只是两个送完卖的 我去哪里给你弄四十万啊,就算是我们想赔也没钱啊 那我们不管,这是你的事,不管你是去借也好,还是去卖事也好 反正你们得赔我们四十万,不然老娘让你出不了这个大门 对,四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老子会打洗你们啊 啥意思啊,不给钱还不让走了,你们这么霸道 我惹你个DG,小卡拉米,你找死 小卡拉米,你要打洗谁 小子,你敢打我,今天没个两百零九万,你走不了 哎,没完了是吧,这人要作死,你挡都挡不住 那个谁,你要二百零九万是吧 再加四十万的狗,总共二百四十九万,算了我给你二百五十万 蛙草,两百五十万,真的假的,你真的要赔偿我这么多 小子,你是不是耍我们,你一个送外卖的能拿出二百五十万,你唬谁呢 对啊,你逗我们玩呢,你一个臭送外卖的能拿出两百五十万,老子还能拿出一个小目标呢,真是笑死人 叮,支付宝到账二百五十万元整 我的天哪,老公,真的是二百五十万 真的是两百五十万吗,哈哈,这吓发了,我们马上去给你买捞你包包 没错,二百五十万到账了,不过,这位女士,你还记得这块手表吧 你的狗扑过来,我这块手表挡了一下,掉在地上摔坏了 是又怎么样,你一块破表能值几个钱,我赔给你就是了 行,既然你承认就行,铁柱,告诉他我这块表值多少钱 百达斐力六千零二,公认的表王,目前市值一千八百万左右,两位拿钱吧 八草,八比Q了 才是来到我家门前,喜气洋洋过新年